灰指甲能治好吗? 灰指甲是可以彻底治愈的 关键在于合理用药和坚持用药 一、药物的治疗 外用药若只是指甲肩部的有损害 指甲根部正常 可涂一些抗增菌的外用药 如3%的米康作丁 30%的冰醋酸 环比同胺甲图剂等 二、口服药 若有多个指甲受损 指甲破坏面积较大 并连带指甲根部 此时外用药物就不够了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选用口服的药物治疗 主要选用的是抗增菌的药物 如盐酸特比赖风 或医取康作 一般来说 灰指甲在手上要置三个月 脚指甲要置四到五个月才能好 治疗灰指甲一定要到正规医院 不要悟性所谓的偏方或接边的诊所 以免适得其反 另外治疗灰指甲的同时 必须重视治愈其他部位的选 这样治愈就更有希望 否则还会相互传染 即使治愈 有可能再次传染 家中应注意预防